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我的工作上的支持和帮助 第二个呢 也是就是说感谢 就是说中国所有的球迷 对中国足球 中国男足的这种不离不弃 最后也祝愿中国男足今后的比赛越打越好 因为现在这个确实身体也不是感觉很舒服 所以我先离开了 随后高宏波便起身离开了现场 翻译在现场将这一段话用外语翻给了在场的外国记者 在随后的采访中 时任足球主席蔡振华表示 他并没有提到过辞职的事情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他 或者负责任地告诉他 绝对不会说这一场你输了 是不是啊 你就辞职 预案在前五场中国队 因为我们的目标一定是要打进乌斯特 所以要打进世界杯 第一阶段的五场就是今年 所以说一定要拿到七到八分 那现在打了四场 说这打了一分 从主教练的角度 是不是啊 肯定负起责任 所以我 我认为这个洪波 我说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决定 是不是觉得冲动 这次下课也是高洪波指教国家队生涯期间的第二次下课 高洪波下课之后 前广州恒大 前意大利国家队冠军教头 马赛洛·李皮正式接手中国男足 随后的故事我们也知道了 中国男足在李皮的带领下 确实打出了耳目一新的水平 在随后的六场比赛 取得三胜二品一负的成绩 距离副加赛资格仅差一分 是距离2002年中国队打进世界杯之后 距离世界杯最近的一次 再后来 中国男足在2019年1月的亚洲杯上 淘汰太过打进八强 实现了自2004年以来 在淘汰赛上取胜的成绩 打门扁蓝迪 非常轻松 非常漂亮 2比1 比赛结束了 比赛结束了 这是2004年之后 时隔15年 中国男子国家足球队 在各个级别的亚洲级别赛事当中 淘汰赛取得了第一场胜利 然而到了下半年 中国男足在市役赛40强财 在客场1比2不敌叙利亚 赛号的新闻发布会 李皮表示 我承担全部责任 我现在辞职 不再担任中国队助教领 随后离开会场 不得不说 这和当年高宏波辞职的场面 颇为相似 而此时的高宏波 已经进入租协 任租协副主席 让我们重新回到高宏波身上 在我们分析他第二次下课的原因之前 我们就先回顾一下 他第一次下课时的情景 2011年8月10日的那个雨夜 合肥奥提中心 中国国家队热身赛 对阵亚麦加国家队 根据赛前的媒体消息 前西班牙国家队主教练 喀马乔即将接任中国国家队 所以这场比赛 也是高宏波第一次 指教国家队期间的 最后一场比赛 那场比赛 中国男足1比0击败亚麦加 安徽籍球员赵鹏 在家乡父老面前 且郝俊敏开出的小球 投球破门 打进全场比赛唯一进球 对 这位赵鹏就是前国家范志毅 说的那位踢不了中后卫的赵鹏 就这么几个人 你赵鹏什么都在踢中卫才能踢吗 踢不了 当然 关于范志毅对男足的点评 还有很多 后面的话我也会提到 自此 按照高宏波的说法 他在国家队的上半场 指教生涯就此结束 国际知名主教练卡马乔 接替高宏波指教国组 而促成此次强强联合的 万达集团老总 王静林也在之后的发言中表示 如果你真的是中国人 而且是中国人当中真的是球迷 你不是假的 那么就从支持咱们这个教练开始 支持国家队开始 好不好 谢谢 可能我是一个虚假的中国人吧 顺带一提 直到这个视频制作期间 这篇文章依然能在万达的官网中找到 那么后面的事情我们也知道了 卡马乔不但没能完成 晋级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目标 甚至和上届一样 依旧倒在了20强赛 连最后的10强赛都没有进去 开出天价合同 却没有打过多少正式比赛的卡马乔 只能通过一些国家队友谊赛 去证明自己的水平 然而在2012年 刚刚20强赛被淘汰的中国队 被巴西巴比林羞辱 406月15日 中国男足一笔鼓竖给泰国 比赛的主场 正是两年前高红波完成的 谢幕演出的底下 时候也就有了范志毅的名场面 而那场比赛带上队长秀标 人想在家乡父老面前 为中国带来一场胜利的赵鹏 就此淡出国家队 甚至就此淡出了中国足球的世界 同样的球场 不一样的比分 不一样的教练 河飞主场的球迷们 除了挣天的骂声之外 还有另一种声音 对高红波的思念 2009年 10年43岁的高红波 正式成为中国男子国家队主教练 他也是中国男足第25任主教练 也是中国男足自改革开放以来 最年轻的国家队主教练 低调但充满热情 这是高红波上任开始留给球迷的印象 尽管那个时候 因为足弹假赌黑风暴 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什么中国队的球迷了 节省中国男足的高红波 第一个难题就是进军2011年的卡塔尔亚洲杯 自2007年亚洲杯小组出局之后 中国男足的成绩每况愈下 甚至一度下跌到100名开外 而在由叙利亚 越南 中国和黎巴嫩组成的亚洲杯玉拳赛小组赛中 中国队第一场小组赛 就在阿勒泊以2比3的比分输给了叙利亚队 而且是先丢三球 首场势力后的中国队 在主场打了越南一个6比1 那场比赛高林上野帽子戏法 之后高红波接替鹰铁生 而他直交的正式比赛 是小组赛对阵黎巴嫩队 尽管场面不是那么好看 但中国男足还是凭借鱼海 曲波和多威的进球 双杀了黎巴嫩队 随后在杭州黄龙主场 对阵叙利亚的比赛 双方0比0握手 迎合携手出现 而此时可能无论是高红波 还是中国球迷都不会想到 七年后的叙利亚国家队 将成为中国男足新的库主 并间接推动了高红波下课的角度 最后客场和越南的比赛 无欲无求的双方提在大开大合 中国男足最终2比1在河内击败越南队 而当时进球的张宁鹏和首发的后继敏 可能也不会想到 12年后还是在越南河内 他们会和中国男足经历一场1比3的惨败 小组出现后的中国队 除了2010年年底的东亚杯 也就没有正式的比赛任务了 所以在那个时间段 中国队和不少的球队都进行了热身赛 包括后来的世界杯冠军法国队和德国队 以及德甲禁旅要场了奥库森 而就是在这些热身赛身上 中国队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进球 获得了一场又一场的胜利 尽管后来的球迷们称当时的高宏波的中国队 为热身赛之王 但不可否认的是 正是凭借这些热身赛上的胜利 中国男足的世界排名开始提高 尤其是在2010年年初的东亚杯中 中国队在这届比赛中首场0比0战聘东道主日本队 四战3比0完胜韩国队 最后一场2比0击败中国香港队 以三战不败林氏球的成绩 拿到了这届比赛的冠军 其中第二场3比0韩国队的比赛 中国球员邓卓祥连过数人的场面 更是被分为经典 以至于那年的春晚 也因为这场比赛 临时改了台词 咱们赢了 东亚四强赛 男足3比0胜韩国队了 三十二年了 都敢下去了 没关系老爷的 我们共同祝愿我们中国宗旧 从此走出昆境 走向光明 然而由于此前欠债太多 中国男足在2011年 卡塔尔亚洲杯被分为了第三档球队 这就意味着中国队的分组必然不会太好 并且极有可能会重复2007年亚洲杯的一幕 即小组再次无法出现 而最终 中国男足和东道主卡塔尔队 西亚球队科威特以及中亚狼乌兹别克斯坦分到A组 又是乌兹别克斯坦 2007年中国队就是在最后一轮临比赛 惨败乌兹别克斯坦最终小组出局 而这一次 面对东道主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夹击 中国男足的压力可向而至 由于亚洲杯通常是在1月份进行 而2011年9月又将迎来世界杯预选赛 于是高红波和足鞋商定 这届亚洲杯以端领年轻球员为主 不要求硬性沉寂 只要能打出风格打出特点就行 时任足鞋主席的伟敌 据说也同意了高红波的请求 于是乎高红波在世界杯预选赛之前 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组建球队了 2011年的卡塔尔 首战中国队开局不错 二比林干净利罗地击败科威特 当年的中场核心邓卓祥 再次展现了他石破天津的任意球脚法 而东道主卡塔尔 却在揭幕战林比尔布迪乌兹别克斯坦 于是必须取胜的东道主 和刚刚走上附近之路的男足 相遇了 这场比赛 卡塔尔在上半场就取得了 2比0的领先优势 比赛来到73分钟时 正会为赵鹏进去和对方向撞而受伤 由于中国队在60分钟前就完成了三个换人名额 无法坚持的找碰无奈无人换下 中国队不得以十人应战 最后0比2输球 输球的中国队不得不在最后一场比赛 必须要2比0或以上比分击败乌兹别克斯坦队 才能赢得出现机会 客观来说 最后一场的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打出了高红波赛间提出的 有特点有思路的中国队 然而2比2的聘局不能帮助中国队小组出现 同样也为日后高红波的第一次下课买下了伏笔 这场比赛高红波最后还因为踢到水平而吃到了一张红牌 也在接下来和老挝的于选赛的第一场首回合比赛不能上场 亚洲杯小组在出局后 尽管足鞋和高红波甚至球迷们都拨烂不惊 毕竟有了2007年小组出局的经历 本就对当时中国男足期望不高的人们 除了正常的发泄之后也就该怎样怎样了 不过某些足球记者和前足球从业人员 对于亚洲杯出局颇有为辞 对高红波的练兵说也是进行了强烈的抨击 并对他的佣人感到怀疑 甚至得出了高红波不适合继续执教中国男足的结论 华说这个说话的风格总感觉似曾相识 网友提问就冷酷到底啊 这个网友朋友就现在跟张鹏还有联系吗 这我真不认识的 你怎么知道我认识的 当然 后来转回到山东汝能的动作下 却是由于伤命的原因 就此淡出了中国足球 从这个方面来说 范志毅说的倒也没什么问题 不过后来转回到江苏顺天后 高红波和邓卓祥也是再续前缘 只不过这一次高红波没能挽救邓卓祥的职业生涯 甚至还搭上了自己的教练生涯 在最后和江苏球迷闹得很不愉快 当然江苏球迷现在也没必要纠结高红波和江苏顺天 输是输非了 毕竟江苏的已经不存在了 如果说亚洲杯小组出局只是苗头 那么随后万达集团和中国足协的合作 以及接下来世界杯预选赛第二阶段和老挝的比赛 高红波下课的曲调毅然奏响 由于足协和万达的合作本身就是葫芦关沈葫芦案 所以直到现在我们也不知道卡马乔到底是谁的建议 唯一能确定的是 时任足协主席的伟敌认为这个时候换下高红波 既不符合程序也不符合人情 然而随着之后足协领导班子的调整 以及高红波在主场先输后赢老挝的比赛 一时间不少媒体对于用世界级主教练 换下高红波这个决定不再有意义 唯一的问题变成了什么时候换高红波 以及二十强赛之前 能不能给新教练找到热身赛的对手 让他能够进一步熟悉球队 之后在合肥的那个雨夜 高红波完成了他上半场最后的一场比赛 顺带一提 几乎是同一时间 中国女足的主教练也黯然离职 在当年奥运会预选赛上 本土作战的中国女足 面对朝鲜、韩国、日本、澳大利亚和泰国的比赛 中国队2比0泰国、0比0韩国、0比0朝鲜 0比1赴于澳大利亚和日本 一胜两拼两负的中国女足最终名列第四 在无缘2011年德国世界杯后 第一次无缘女足奥运会 而当时的女足主教练 真是现任男足主教练李肖鹏 也非常的失望 也非常的无奈 好 这场比赛的现场部分呢 请说暂时先到这里 暂时先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